嗨,大家好,我是想念 皮蛋呢,可能平时我们都是拌着吃或者是直接吃 想念今天就用皮蛋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下饭的做法 皮蛋先剥一下 这个是土鸭蛋剥的皮蛋 非常的安逸,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准备的食材除了皮蛋还有猪肉 香菇,黄瓜 香菇从中间把它对破切开 然后换个方向把它切成片 这里的片可以稍微厚一点 因为香菇煮过之后会缩水 黄瓜去掉两头把它一分为四 用刀把中间这个瘾抬掉 喜欢吃的留下 再打斜刀把它切成厚一点的条 皮蛋把它切成月牙小块 这个弹心的 准备的猪肉把它切成片 来给这个肉马胃 盐,鸡精,一点点酱油,少许的水 用手把它抓匀 因为今天的肉比较少嘛 所以我们就不加鸡蛋青了 抓匀后来上一大勺农家自产的红薯淀粉 这里一定要用红薯淀粉口感才好 这样子我们的肉就已经码好了 锅内水开,下入刚刚码好的肉 过一下水 肉下锅定型之后用勺子轻轻的推一下 防止它粘锅 大约煮过一分钟 把它煮熟后关火捞出来备用 另起锅下入一小块猪油 炒化之后下入姜蒜片爆锅 然后下入香菇片 皮蛋一起给它翻炒一下 然后加入少许的水 烧开之后调味 盐 白糖一点点 再来点胡椒粉 先熬煮三分钟 把香菇和皮蛋的鲜香味熬到汤汤里面来 香菇和皮蛋已经熬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下入刚刚煮好的肉片 还有我们切好的黄瓜 烧开锅后关火 出锅中盘几口 出锅了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一道青瓜皮蛋会化肉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汤汁鲜美特别下饭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还是先整锅肉 这个肉好嫩好嫩 表皮厚厚的一层淀粉 这道菜是道好菜 有汤有菜 下饭非常安逸